钢铁下马,中国知道,今天就带大家开场比赛 李景亮就是刚开始被裸脚了四分钟,断头台降服对手 其实李景亮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谈到被裸脚时的感受 李景亮的军营是完全是两个概念,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我的感觉是特别舒服 瞬间就是你的身,特别软,特别放松,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轻轻的 最痛快就是别人叫醒你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后面怎么这么疼啊,这谁谁谁,怎么了 醒来之后你可能感觉不到,发生什么了,好多人都在看着你 今天就带大家看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李景亮差点没有被锁晕 这也是被锁猴四分钟的时间,这场比赛也是李景亮他的成名之战 这个时候李景亮他的年龄仅仅只有22岁,在2010年,李景亮参加武林传奇 这也是他在武林传奇的第二年,然后对阵澳大利亚选手罗贤尼 其实李景亮他的风格是散打风格,但是他在练习散打之前 是一名摔跤手,然后罗贤尼他是地面是非常的厉害 他就是想用地面的方式降服李景亮 李景亮被顺势接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被罗贤尼顶在这个龙边 罗贤尼现在尝试对李景亮进行裸脚 这场比赛仅仅过了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李景亮现在是被罗贤尼拿到背部 综合格斗规则,他们每回合是五分钟的时间 现在刚开局李景亮就显得是非常的被动 其实在此之前李景亮只打过五场综合格斗比赛 这是他在武林传言的第二场 相比较而言,罗贤尼他的那台经验是更丰富一些 他的绰号是绝地无事 在2010年曾经战胜过另外一位中国名将,就是张立鹏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包括李景亮,张立鹏,还有王赛 他们都是打的这个次重量级 包括王赛现在他说是没有退役,但是他是很少没有打比赛了 大家都觉得王赛非常厉害,但是厉害的话应该是站在国际的擂台上为国争光 这场比赛对于李景亮来说也是非常的凶险 因为他直接是被对手控制了四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被动 直接是被对手拿到背部 对手不断地尝试对他进裸脚 可以看到李景亮他的意志力是非常的顽强 这个时候罗仙尼然后不断地对李景亮进行击打 在击打中需要有机会 现在李景亮一直对对手进行干扰 就是防止他一旦是锁住之后 就是非常危险的 控制住他的手臂 然后防止住他的重拳 好的,再次尝试裸脚 依然是没有成型 其实他们两个风格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站立一个是地面 李景亮一边要防着罗仙尼他的手触及到他的颈部 一边要防着罗仙尼他的重拳的砸击 场边的团队也是在提醒李景亮 他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抓住罗仙尼他的手 防止他伸进去 如果是一旦成型 李景亮只能是拍手人输 其实李景亮在开头视频开头 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他就是被裸脚脚晕时候的感受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他是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也是非常的舒服 可以看到李景亮现在表情是非常非常痛苦 但是还是控制在他下巴的位置 如果再深一点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这场比赛也是李景亮他的吸血膜的由来 刚开始李景亮对这个称呼还是不太满意的 但是后来也是习惯了 大家称他为吸血膜李景亮 双方一直在极限拉扯 卢仙尼控制住李景亮之后 然后还是联系的砸拳进攻 联系的重拳 李景亮他的看价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 好的 直接是控制住李景亮 其实卢仙尼他的地面技术还是不到家 如果是换做高手的话 肯定是早就把李景亮给降服了 第一回合比赛马上要结束了 这场比赛对于李景亮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煎熬 好的 不断的重拳 重拳对李景亮进行打击 现在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李景亮非常艰难的熬过了第一个回合 可以看到罗仙尼他感觉第一回合 他的地面是非常有效果 所以说他给予想把李景亮再次拖到地面当中 但是两个人因为不是那个笼子 所以说差点没有掉下擂台 然后裁判的话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擂台的中央 重新打站立 好的 罗仙尼 刚才一起重拳 打到他 又是一个下降包摔 这个时候李景亮趁机来了一个断头台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成型了 无论他怎样都不会再挣脱了 李景亮控制的是非常非常死 其实这样的话一般是撑不过20秒的 大家可以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直接是我们可以看到裁判也是终止比赛 华仙尼 比直的躺在这个擂台上 好的 看一下 华仙尼 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 这样比赛 李景亮赢得也是非常漂亮 也是他 直接是把对手给反上了 因为在第一回合李景亮非常的不占据优势 我们再来看一下曼通的回放 好的 这个断头台 神仙也是无解的 》 国际